很多人以为说啊这个干粉灭火器啊这是使用期限啊 三年一到就不能用必须换洗的 其实不完全是嘛 真的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做检查的 是 哈喽大家好我是韭菜先生 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 嗨我是金金 大家晚安 晚安 其实我发现呢有很多的伙伴呢也会私讯问我类似的疑问 就是自己家里的灭火器 在怎么确定说我家里的这支灭火器还能不能用 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 在法规上我们真正做灭火器检查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个呢是叫做外观检查 第二个叫做性能检查 那第三个叫做综合检查 那外观检查 就看外面嘛 是的 有没有怎么样 对对对对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着重介绍的其实是外观检查 你民众你不需要专业的 知道的知识也不用到很深 你就可以做到的部分 跟大家介绍这个东西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外观检查其实只是一部分 它只能检查到某些你看得到的地方 也不要觉得说做了外观检查好像这个东西就一定会没有问题 不是百分之百但也很足够的 是的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一下压力表 你就会看上面有一个指针 这个指针呢是指在绿色的 那这个压力表是告诉你说我这支灭火器里面的压力还足不足够 你试喷了一次之后它就开始在漏气 一旦喷了之后 其实它里面的压力就会开始慢慢的流失掉 就算你的药剂量还有 它的压力就是在流失 那那个灭火器呢就会完全施压 你就再也喷不出来 提醒一件事情 并不是所有种类的灭火器都会有压力表 二氧化碳灭火器就不会有压力表 这块部分可能就不是民众能够去处理的事情 因为家里也不会摆二氧化碳 是啦没错啦 其实家里摆二氧化碳呢 基本上你选错灭火器的机会比较大 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效能真的差 射程也短再加上它超级重 一般的居家情况来讲不是一个太理想的选 第二个呢是看一下灭火器上面的标签 它会写着下次检查日期是什么时候 今天的日期有没有超过它的下次检查日期 规定是每三年要做一次性能检查 它那个不叫做使用期限 但是要送回原厂做性能检查 没有错 检查没有问题 其实那只是可以继续用的 很多人以为说啊这个干粉灭火器啊 这是使用期限啊 三年一到就不能用 必须换新的 其实不完全是嘛 真的从头到尾都不需要做检查的 是洞宅用灭火器 它就不会看到说上面有写的下次检查日期 所以呢你自己买了一只放在家里 你没有坑过 外观看起来没有任何损坏 那其实那一只一直放着都不会有事 我们这一只厂商是讲说它保护屏之十年 所以我自己十年之后 我就会换一只新的 最后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外观 看一下金属部分有没有生锈 压板的地方可能撞歪了变形 那皮管呢因为橡胶嘛 可能会裂开 碎化那个都不是一个应该有的正常状况 好我们快速的跟大家复行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有压力表 我们就看一下压力表 指针有没有指在绿色的范围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注意一下 上面的标签写着的下次检查日期 过期了没有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看一下它的外观 金属部分有没有生锈 有没有变形 皮管的部分有没有军裂 如果大家家里自己有准备灭火器的话 会建议大家可能每一个月到每三个月检查一次 那只要上述的检查有发现到任何的异常 就请你拨打灭火器表签上面的原厂电话 请原厂的人来协助处理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 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 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 你家里现在摆的是哪一种灭火器 欢迎底下留言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下次再见 拜拜 所以呢有一些人会想说 今天呢可能刚好发现火点很小 我用少少的灭火药剂就把这个火打死了 那我剩下的还没用到 对不对 那是不是我就保留下来呢 其实这是不行的啦